大家好,欢迎收看Lbrooks价格行为学的专题分享 今天我们继续来做早盘系列,这已经是早盘的第五期视频了 那么本期分享主要是讲视频课48D的后半段 也就是突破前18根K线的区间这个话题 前18根5分K也就是前90分钟了 所以我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做90分钟定理 那么Lbrooks的这个理论经过我自己大量的试盘和复盘的回测 它的准确率有90% 之后我也会大家一起看这个准确率高得吓人 但是很神奇的是什么呢 它在试盘中并不是那么的好用 所以我今天会用比较多的案例来给大家讲清楚 什么时候它是有用的 什么时候尽管它对了 但是我们依然不能够盲目的去操作 这是很神奇的一点 所以这可能也是为什么Lbrooks没有花过多的篇幅去讲 而是只用了半个视频 好,我们直接来看图 前90分钟,90%的概率 当天的最高或者最低点已经出现了其中一个 我这里是把前18根K线 也就是前90分钟的范围给它画出来了 90%的概率 要么它是当天的最高点 要么它是当天的最低点 不是两个都是 就是其中一个90%的概率是 那么知道这个有什么用呢 比如说我们看到25 这是一个超超级大的大银线收在最低 它是真突破了前18根K线的范围 为什么要加这个真突破 这个真字我之后会讲 真突破很关键 那么它就不是今天的低点了 对不对 因为有更低的低点出现了 所以概率就坍缩到了它的头上 90%的概率 它是今天的最高点 知道它是最高点有什么用呢 其实它代表是什么 90%的概率今天是下跌趋势日 或者它是震荡区间 也就是它即使有一点涨 它也不会超过这个高点 它就是震荡 或者是这样像这个图一样的下跌 OK 所以不管是下跌还是震荡 我们逢高做空都是能赚钱的 对不对 所以90%的概率 如果我们找到好的机会 去逢高做空 就有很高的胜率 但是听到这里 大家先不要激动 这也是为什么我讲 它有时候不是很适用的原因 所以并不是说 你看到有突破了 就盲目的去逢高做空 其实每根K线都会有一些概率 L Brooks他说 他之前在亏钱的时候 他花了一万多个小时 并且他花了很多的钱 去请人帮他写指标 所以他有很多的统计方面的东西 肯定就是他当时请的程序员 给他算出来的是很准确的 尽管他后来决定不用指标 就是看价格行为 看每根K线就足够了 这是他认为最好的方法 但是他对指标是有研究了 他的很多统计是有非常非常高的意义的和准确率的 所以第一根K线出来的时候有20%的概率 今天的最高最低点已经出现了 所以出现了其中一个 所以当我们看到有时候开盘 比如说像这一天有连续两根 甚至三根大阴线说在最低的时候 就会有人去做空 赌什么呢 赌这个就是今天的最高点 那么尽管他们大部分时间会有一些失败 对不对 我们讲了开盘 第一个趋势不管有多强 80%的概率都会至少有小反转 其实和他是正好是共振了 对不对 但是一旦被他们做对了 如果像这天一样 他们就可以赚很多很多钱 但是大部分时候 他是并没有那么准确的 然后第六根K线的时候 也就是前半个小时 有50%的概率 今天的最高最低点已经出现其中一个了 然后值得注意的是 美东时间的10点钟 也就是开盘半个小时后 6的收盘 7的开盘 他往往会有一些报告或者数据出来 所以有时候并不是那么经常 但是有时候我们会看到 第七根五分K 它是一个比较大的 那么今天不是 但有时候它可能是一个很大的大阴线 或者大阳线 那么就像一个催化机 一样就会改变它整个概率 所以前半个小时也是值得注意的时间 然后第12根K线 也就是第一个小时收盘的时候 有70%的概率 最高或者最低点已经出现了其中一个 第18根K线的时候 就有90%的概率了 我们说一天有78根K线 对不对 比如说在77的时候 我们知道99.99% 这个就是今天的最高点了 但是知道这个并没有什么用 但是这一些就非常的有用了 我把这些案例的图讲完之后 也会带大家用最快的速度去回顾一下过去一段时间的K线 去看一下这个概率到底准不准 这个东西是Lbrooks几十年前就统计出来的东西 可以看到到现在依然是准确的 我们看一个上涨的例子 第一个区域是前18根K线的最高和最低点的范围 我把它画出来了 我们看到23、24、25 连续的阳线收在高位 收在一半以上 体积也很大 那么它是对前90分钟这个范围的一个真突破 那么90%的概率 这个就是当天的最低点了 也就是说90%的概率 今天要么是这样一直大涨 要么就是变成震荡区间 那么像这一天和上涨图不一样的是 上涨图是一个下降趋势 跌了一整天 这一天它的上涨趋势没有能够持续太久 后续是变成了一个上面的震荡 所以Lbrooks也把这个叫做trending trading range 就是它尽管它是一个上涨趋势 但是它是分成两个震荡区间叠在一起的 震荡一下上去继续震荡 然后再上去再继续震荡 是这样的感觉 所以看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知道 90%概率这个是最低点 那么采取逢低做多的概率 就会比较的好 所以当我们看到 比如说这里它回踩 它其实怎么 回踩了前18根K线的范围 有没有看到 也是差不多50%的地方 回踩然后出现了比较好的信号 K我们可以去做多 可以去做多 至少有一个小的利润可以拿 正当区间里面 至少有一个高抛低息的小利润可以拿 所以光看前两张图 可能大家会觉得 这个理论太神奇了 太有用了 但其实不是这样的 接下来我就要讲 它什么时候不太好用 就是任何一个方法 它一定都有失败的时候 所以我们研究任何一个形态 任何一个理论都要知道 它不成功的地方 会失败的地方 像这一天 黄色框框依然是前18根K线的范围 然后从这里开始 它是向下针突破了 对不对 然后是我们把这个范围往下翻一倍 做一个Meture Move的话 它也正好完美地达到了这个Meture Move 但问题是什么呢 问题是它这里已经有一个 Parabolic Wedge 抛物线的下跌 越跌 跌得越快 K线越来越大 抛手高潮 不可持续 然后它往往之后会有怎么样 会有一个比较强的反弹 或者是变成一个震荡区间 所以尽管我们说 这个点90%的概率 是当天的最高点 确实它也是 对不对 后续的反弹没有能够超过它 但是我们看 在这段行情里面 如果我们去逢高做空 其实并不能赚到什么钱 更大的概率是可能会亏损 如果赚也只能赚一点点 Scale的利润 可能就一根K线 一两根K线这样 这也是为什么我说 这个理论尽管它很正确 但是也不能盲目地取勇 还是要看到好的信号K 那么像这里 我们看它的Price Action 看它的价格行为 很少有比较大的阴线 收在底尾 连续大的阴线 没有 更多时候都是在EMA的上方运行 那么这个时候 它是一个上涨窄通道 它甚至是一个always in long 只能做多 不能做空的行情 这个时候 如果没有看到连续的大阴线 收在EMA下方的话 就尽量不要去做空了 如果要做的话 那就是做多 所以我们说了 前面讲了前18根5分K 90%的概率 当天的最高或者最低 已经出现了其中一个 那么当后续 如果它向某一个方向突破的话 那么90%以上的概率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点 就是当天的最高 或者最低点已经出现了 那么它延伸出来 其他几个东西 第一个 第18根K线附近 就比较容易出现突破和反转 这个大家应该能理解 然后第二个 早盘的上涨或者下跌 就早盘的第一个趋势 如果幅度非常的大 那么即使它被完全反转了 90%的概率 它不会超过起涨 或者起跌点太多 光看文字有点抽象 我们直接来看图 这里我稍微有点偷懒了 我就把前一段时间的复盘图 我就拿出来了 但是一样可以看 这个是第18根K线 对不对 所以前18根K线的范围 大概是这里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什么 从第18根K线开始 它就有一个反转 一直向上了 这是为什么 这是因为 第一个 它第一个趋势实在太强了 连续的抛售高潮 它具有不可持续性 一反弹 二反弹三 它已经三推了 第二个 这里有一个收敛的小三角 它是一个final flag 中文翻译应该叫末端骑行 它是最后一个骑行 所以往往 它这里就是最后一跌了 那么在这里做多的人 它其实是什么 它其实是期望 这里就是当天的最低点 好 然后行情开始反转 进入了一个上涨载通道 几乎是一个V型反转 但这里其实不是V型反转 就是它其实有很多反转的信号 提前已经告诉你了 包括这里也可以看作一个头肩等等的形态 那么它反转上去以后 它没有能够超过今天的最高点 为什么呢 在这里会有大量的空头去做空 读90%的概率 它就是今天的最高点了 所以我们说尽管它被完全反转了 但是因为早排的下降趋势太强了 幅度太大了 所以它最多就是一个震荡行情 它很难说超过这个期长年很多 变成一个很大很大的上涨趋势 这个概率只有10% 而且往往都是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事件 引发的 之后我们也会来专门讲这个 所以后续它就没有能够超过这个最高点 而是变成了一个震荡行情 那么尾盘它稍微尝试了一下去突破 但是也是一个假突破 所以它几乎就是当天的最高点 然后这里就是全天的最低点 所以如果要逢高做空的话 就要等怎么样 它真的涨到了起长点这个地方 出现了信号K 然后再去做空 当然这里 它差不多是一个50%回调左右的位置 然后也有三推的形态 对不对 一反弹二反弹三 所以一个楔形的一个牛旗之后 进入了震荡模式 尾盘还是尝试向上 总的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震荡区间 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一张图 相信大家很有印象 就是下降通道持续了一整天 然后我们看两张和它非常相似的图 但是它的结局很不一样 我们看这一天 它也是整个上半场 甚至一直到中午 它都是一个宽的下降通道 和这一天非常的像 几乎看不出任何区别 唯一的区别在那里 我们看59 它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大阳线 强势突破了下降趋势线 或者说通道线 然后它也突破了前期的这两个高点 收在最高 那么这个时候 行情其实已经不对劲了 对不对 它不再是一个下降趋势 很有可能变成一个上涨趋势 或者最差也是一个横盘的震荡 那么我们看 这张图尽管它有尝试 比如说这里 你也可以画一个下降趋势线 但是它的突破并不够强势 它没有这么大的大阳线 所以这个就是有一个区别 然后我们说 前18跟K线的黄色的范围 它确实被真突破了 然后这个最高点 也几乎确实是全天的最高点 78稍微尝试 有一个假突破 它也是最高点 但是我们这一天 就不能去逢高的做空 所以最关键的 你还是要看 它后续的price action 如果它这里有大阳线 连续的阳线 它告诉你了 它要反转了 那么这个时候就小心为上 尽量的不要去逆趋势 如果做的话 只能是去做多 好我们再来看一张 非常相似的图 这一天又是一个下降通道 持续了很久 然后我们看 它是第60根K线开始 连续的大阳线 收在高位去突破 这个是59号K线 这个是60号K线 但是区别在哪 区别在于 它很早的就达到了 前期的最高点附近 那么它这个时候还剩下 差不多有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所以当它达到了 这个最高点附近的时候 它就被卖下去了 因为上面有大量的空头去堵 它没有办法突破 今天的最高点对不对 最多就是变成一个震荡 所以有大量的空头 在这里卖空 那么可以看到 出现好的信号K69 反转的大阴线 收在最低 在它下方一个Tick 去做空是合理的 比如说回踩到EMA 比如说你用一个 一倍或者两倍的止盈 止损距离都是合理的 我们看上一张图 它是最会跟K线 78才达到了当天的最高点 也就是说 空头即使想卖空 当天已经收盘了 对不对 他们没有机会了 所以 如果这个反转很早就出现了 然后比较早的 还留有一些时间 它达到了当天的最高 或者最低点 那么还是有机会 去做一个小的反转的 而且这里 它的K线实在是 长得太快太猛了 这个是Biclimax 不可持续 所以就加大了 它可能会有一定的回调 或者是变成震荡区间的可能性 所以大家看这三张图 其实整个上午 其实都走得非常像 唯一的区别就是最后的两个小时左右 它是有一些细微的区别 但是就一根K线 对不对 它可以改变整个后面的行情 我们再来看一个上涨变下跌的例子 这个我也是用的复盘的图 就比较偷懒了 第18根K线在这个位置 所以前18根K线的区间 是这个是最高点 这个是最低点 那么这里肯定是向上突破了 对不对 所以突破突破 然后它就有了一个 endless pullback 无尽的回调 所以尽管90%的概率 它被突破了 它是全天的最低点 但是在这个回调的过程中 是不能做多的 因为我们没有看到任何好的做多信号 可以没有比较大的 体积比较大的阳线 收在比较高的位置 41它是唯一一个合理的入场点 但是我们说 这么强的下降趋势 它第一次被反转的概率也不大 对不对 大概率还会有second leg down 所以这里如果要做 也一定是小仓位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43这一个是超大的阴线 然后它被买起来了 为什么买起来 就是因为有大量的多头在这里等着 他们逢低买 赌 尽管你这个反转是完全反转 但是他们知道 90%的概率 你是没有办法突破今天的最低点 或者你最多达到以后 变成一个正当行情 所以这里他们的风险非常小 只有10%的时候 那种极端行情 由事件驱动了 才会变成一个大的下降趋势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它下跌到这里就停止了 所以如果要真的要做多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信号 比如说46是一个信号 比如说你可以在很低的位置去挂单 去limit order 去左侧也是可以的 你的风险就比较小 然后如果涨的话 至少有一个小的 一个scalp的利润可以去拿 所以如果这个早盘有非常强的趋势 然后又被完全反转回来了 这个时候不要急着去入场 等到它跌到抛手高潮了 这里是一个parabolic wedge 抛物线的下跌 等它跌完了 跌到了起张点附近 这个时候再去做多 然后把止损 可以稍微放在这个起张点 下面一点点 对不对 就这样去做多 最好是看到信号K46之后 在它的上方再去入场 好 然后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黄色区域是前18跟五分K的区间 那么这里我们可以看到35 它其实是突破了 创了新高 对不对 在这个最高点上方了 但是它没有后续 它没有说连续的大阳线收在高位 所以它是一个假突破 它刚突破就回来了 那么这个突破 它就不能算作真突破 所以我们说这个时候 如果你认为 它是不是创了新高了 然后这里90%的概率 是不是今天的最低点了 不是的 最好要看到连续的阳线向上了 才有 所以如果前18跟K线 是一个很窄很小的震荡区间的时候 我们看这里的震荡幅度 其实只有20个点都不到 十几个点 所以如果前18跟K线 它的震荡幅度非常的小的话 那么像某一边假突破是很正常的 就价格 只超过一点点 只超过一点点 又立刻回来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要去认为 另外一边有90%的概率 是当天的最低点 它很有可能会尝试两边突破 但是我们看这里 从42开始 连续的大阴线向下都收在最低 那么这个是一个强势突破 对不对 这个时候肯定只能是做空 不能做多了 这一天我印象很深刻 它也是一个很罕见的行情 从42到51连续10根阴线 而且基本都收在一半以下的位置 非常强的下降趋势 连续10根5分K 看不到一根阳线 甚至没有十字星 这个是非常罕见的事情 然后这里又是连续6根阴线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极端行情 它是一个抛售高潮 它大概率不可持续太久 所以我们看尾盘 它依旧有一个比较强的反弹 幅度也挺大 所以跌到这里 如果你再想逢高做空的话 也要小心了 这种高潮行情之后 它往往会有一个比较强势的反弹 或者回调 那么如果一定要做空的话 需要看到很好的大阴线 说在低位 然后这里是看不到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个更特殊的 这个是前18根5分K的范围 最高和最低点 那么这里它其实就是一个假突破 对不对 所以看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是不能说 它一定就是今天的最高点了 然后我们看47 它是大阳线强势突破 那么理论上来说 它应该是一个真突破 对不对 但是我们看真突破了以后 又反转回来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说10%里面的行情 就是说它的最高最低点 都是在很后面被突破的 我们来看当天的日K线 这个是当天的日K线 可以看到是在这个地方开盘的 然后这个是它的最高点 这个是它的最低点 收盘收在这个位置 我们说日K线的上下引线 其实90%的时间 就是它的上引线或者下引线 在早盘的时候就出来了 其实也就是我们说的前90分钟 当天的最高或者最低点 已经出现其中一个 那么一般像这种阴线的话 我们会认为它是早盘先上涨 对不对 然后再跌下来最后尾盘有一个反弹 是这样的 但是它不是 它是震荡了很久之后 一直到下午 都是40多根K线以后了 已经是下午最后的两三个小时了 它有一个向上突破 然后再反转下来 那么这个是非常非常罕见的 只有10%的情况会出现 为什么呢 当天是苹果的发布会 所以苹果发布会之前 市场炒作了一下 但是是一个又多 是一个假突破 然后最后又大跌跌下来 说在比较低的位置 那么往往在事件的时候 就会有这样的事情 当天是苹果的发布会导致的 然后另外的 比如说FOMC 美联储的利率决议也会有这样的情况 对不对 大家应该见了很多了 早盘很小的震荡 然后利率决议出来以后 鲍尔讲话之后 来回的反转形成了 就是在尾盘才形成了 最高和最低点 所以有事件发生的时候 这个理论 大家就不要去过度的相信了 它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10%的情况 就是指的是这种时候 好 讲完了这些案例 我们来快速的回顾一下 从11月9号到 12月14号当中的24个交易日 我们来快速的统计一下 这个概率到底是不是正确的 那么为了避免这个时间过于冗长 所以我就选这个比较关键的奖 大家如果感兴趣 可以自己截图下来 然后去看到底情况怎么样 那么这两天是比较相似的 就是早盘都有一个非常非常强的上涨趋势 所以它的回调就尽管有回调 但是大概率还是会被逢低做多去买起来 像这里就有一个50%左右的回调程度 然后这个地方它是回踩了前期的突破点 然后这里有一个下降通道 这个旗行 这个旗行是一个很弱的下降通道 因为它当中有一些大阳线 所以的话它或许没有能够变成一个完全的反转 最后是一个震荡区间 这两天比较像 然后这两天就是完全的趋势了 没有太多好讲的东西 这一天大上涨趋势是没什么的 只能没什么说的 只能做多不能做空 这一天是一个震荡行情 然后这一天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前18根的范围被真突破了 但是呢后续又反转回来 当然这天出现了一些可以做空的小的波段 但是总的来说还是两段式的上涨 然后这一天的话 它是一个震荡区间 它这里真突破了前18根K线的范围 但是后续是震荡 那么这一天逢低做多或者逢高做空 都是可以的 这个是我们刚才举的例子 这个Andalus pullback无尽的回调 跌下来以后没有能够过最低点 后续是一个震荡 那么这一天它完全是一个震荡行情 所以从始至终就没有什么真突破假突破 全部都在震荡 这一天也是 所以这种行情就是比较的难做 虽然听起来高抛低息很简单 对不对 但是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就会有一个很大的突破 包括这一天也是 但是它们都是准的 就是前90分钟至少有一个最高或者最低点已经出现了 这一天好像是我们刚才举的那个例子 这个图有影响 然后这一天是很明显的 它被真突破了前期的这个90分钟的区间 所以后续没有能够有什么反转 涨上去以后变成了一个震荡区间到尾盘 这个也是非常常见的 就是大上涨 然后涨到后面尾盘就没什么波动了 所以如果在这里逆时做空的话 其实很难受 因为你后面是没有行情给你能够回本的 所以大家还是要记住 不要和市场对着干 这一天也是比较奇怪的 它这个我印象也很深 因为当天做的也是比较纠结 就一直在只能赚一点很小的钱 它是一个很窄很窄的震荡区间 然后一直到尾盘 才突然的有两段是这种爆发式的上涨 所以它这个是一个surprise 就极少见这样的行情 那么这一天也是不适用的 它的低点这里算它真突破的 算它真突破 然后最低点最高点都是失败的 那么也是很少数的时间 才会有这样的事情 这一天是我们第一个图 它是一个大下降的 下降趋势 这一天最低点是准确的 然后也是因为它早盘大涨大跌 大涨大跌 有很大的困惑 对不对 那么在它的高点附近 也会有人去赌 它没有办法突破这个高点太多 所以可以看到 到它的高点附近 它就转为了震荡行情 没有能够突破 也没有能够往下跌太多 这个才是我们的第一张图 这个还不是 但是它很接近 也是向下真突破了以后 对不对 逢高做空 是整个一个大的下降趋势日 所以在有些时候 它确实很有用 它可以告诉你 逢高去做空 可以去拿一个比较大的波段 然后这一天 总的来说是一个震荡 但是因为这根K线 第7号K线 它就是我们所讲的 第7根K线有一个什么新闻 导致了有这么强的一根K线 那么它其实改变了 今天整个一个行情 所以这根K线 就给今天定了基调 就是什么 它大跌的概率就已经不大了 所以我们看到 早盘有很强的上涨趋势 它即使完全跌回来了 也不能够超过最低点太多了 这里有一个1 反弹2 反弹3 三推之后就变成了震荡行情 那么这一天是FOMC 其实就是上周三了 对不对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最低点是被 有一些些假突破 但是我们说FOMC 不管怎么样 就是总归我们就不要 去用这种理论 因为很有可能 小概率事件发生 它是因为有一个 什么利率利好的放割了 对不对 所以大涨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早上去又反转回来 就比较的混乱 这两个都没有什么 太多可以讲的 所以经过 虽然说过去一个多月 24个交易率 它不是一个特别大的样本 但是也发生了各种各样的行情 对不对 有震荡 有趋势 有什么奇怪的FOMC种 所以它其实也包括了很多种类 那么我自己进行统计下来 第一根K线 出现最高最低点的概率是20% 这个和Air Brooks讲的 它是完全一样的 然后第六根K线的概率 稍微高了一点 有14次 有14次的时候 就是在第六根K线 当天的最高或者最低 就出现一个了 那么我不知道 这是因为样本偏差 还是说确实最近几年 它的行情可能有一点点改变 那么会比Air Brooks说的50% 要高了8% 然后第十二根K线 也是略微高了一点点 但是总的来说没有什么区别 然后第十八根K线 几乎是一样 87.5 像包括有些 因为这种我就没有算在内了 比如说这个FMC 我就把它算作是失败的 就是如果把这个加上的话 其实就可能是90%了 但是我是用一个比较严格的 去计算的 那么可以看到 尽管几十年过去了 但是它之前做的这个统计 依然有效 依然是概率是正确的 这个大家也是经常问 会不会某一种方法 过段时间就失效了 其实对于价格行为学来说 是不会的 尤其是什么 尤其是价格行为学 它是基于概率和统计 基于数学的 那么随着电脑量化交易占比越来越高 这些统计只会越来越准确 而不会越来越没有用 所以这个大家是可以放心的一个点 然后我看了一下 在第十八根K线附近出现反转 或者突破的天数有8天 那么这个统计就很难统计了 因为它有的是小反转小突破 有的是大反转大突破 但总的来说大概是三分之一的时间 会有这样的 第十八根K线附近的一些行情 好 所以这个就是今天我想分享的全部内容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理论准确率是很高 但是具体的运用需要我们仔细的去观察当时的行情 需要分析每根K线的价格行为 也需要结合自己的一些经验 所以十盘中它并不是一直都有用的 但是如果出现了一些行情 正好可以用上的话 也是很不错的 好 到这里为止 其实早盘的大部分话题我们就讲完了 后面最多有一期或者两期补充视频 去讲一些小的做一些补充 但是实际上我们讲了那么多东西 大家最近两个月的时间应该也是大量的观察和练习了早盘 就知道这个东西实在是太有用了 我没有办法说就是我已经尽自己比较大的努力 把这些理论都给大家讲了 那么更重要的是自己去十盘中练 然后可以看我每天的十盘和复盘的视频 是具体怎么去判断和操作的 这个也是非常有用的 那么后续呢 我想讲的话题可能是突破 因为突破它是整个交易里面最重要的话题 没有之一 学会做突破了其实什么都会了 但是突破它本身也是一个比较难的东西 比较有挑战性 那么希望我可以把它讲的比较清楚 至于早盘的补充我们就留到后面再讲了 如果有空的话我再来做 然后大家想看什么专题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那么我目前打算是尝试做突破 希望我能把突破给大家讲清楚 感谢收看 我们下一个专题视频再见 拜拜